聽到我的聲音了嗎 剛剛這個麥沒有打開 所以可能聽不太到聲音 好 我們等其他同學上線 好不好 今天呢 要跟大家 我們就開始聊居家風水 好 我們等其他同學上線喔 哈囉 沛亞 晚上好喔 好啦 上線的同學喔 彼此打個招呼 好吧 讓我知道一下有誰上來啦 十一千 晚上好 玉琳 晚安 秋萍 晚安 還有嗎 沒關係喔 今天呢 主要跟哈囉 佑華 晚上好 Candice 晚上好喔 欸 奇怪 Candice 我是不是好像有幾次直播沒有看到你啊 是 是我記錯了嗎 還是怎麼樣 我突然覺得 欸 Candice 這個名字好像 好像我是不是上一次還是上上次直播沒有看到你 喔 不習慣 呵呵呵 丁丁晚安 朱迪晚安 喔 好野人也上來了 好啦 今天呢 跟大家聊一聊 聊什麼咧 聊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 那叫他什麼 小物嗎 算他小物吧 或姑且說他算是我們 在現代人呢 療癒身心的一個 嗯 生活必需品吧 他什麼 他叫盆栽 或者是我們叫植物啦 喔 那其實為什麼要講植物咧 因為非常多的同學在 會討論 討論說什麼 討論就是說 欸 這個想要開運 那想開運的話呢 可以比方說 我們常知道的 我會帶一些什麼 節緣品啦 風水物啦 花煞物啦 開運物啊 之類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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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那可是 呃 如果說我們回歸到最早以前 我們可能回推個五十年前就好了 不要推回一百年前 五十 五十年前夠嘛 不要一百年前好了 那一百年前其實啊 在一般的平民老闆系裡面 那家裡面原則上喔 不太能夠去放一些什麼 我們講的這種麒麟啦 啤修啦 或是這種所謂的神獸 靈獸啊 之類的 不太能夠放 因為以前屬於比較封建的社會 那然後呢 也是屬於這種 相對是 比較帝王時期啊 或是極權社會啊 那這種好的東西喔 或是地位比較崇高的物品喔 只有特定人士才能用 那一般的老闆系就沒辦法啦 那可是畢竟 一般的老闆系 它總是占大多數嘛 可能占了百分之九十八 對不對 那他們怎麼樣來開運 或者說怎麼樣讓自己居家的風水啊 或是說 我們講氣場好了 讓氣場能夠稍微 稍微好一點 好的定義啊 是 欸 我在家裡面的人啊 住得很舒服 睡眠沒問題 健康沒問題 欸 那這樣子自然而然 家裡的這個勞動力啦 收入啦 就會跟著提升 那其實 想要提升這一類的所謂的氣場的話 有幾種方法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一個 那就是靠字畫 靠字字畫 畫字字畫 不管是這個有名的書法家寫的 或者說有名的讀書人畫的 那又或者是說呢 欸 可以在家裡面對的地方 或是在特定的方位 欸 擺一個盆栽 以前不叫盆栽啦 以前沒有盆栽這兩個字 啊 比方說我們利用植物 啊 植物來這個提升氣場 所以呢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啊 那 以前的人這樣做 那現代的人 欸 可能生活習慣不一樣啦 喔 因為現代人你知道 現代人 大部分喔 都第一個 沒時間 第二個 沒耐心 啊 第三個呢 呃 第三個 呃 反正對於這個植物喔 也不了解 而不懂得怎麼樣好好照顧 那可是如果說我們 又希望能夠透過簡單這種療癒的小植物 啊 去達到這種 欸 開運做風水的需求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做 都會在今天的直播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好 好吧 所以先幫我把直播分享出去喔 喔 來 哇 差不多都上來了 欸 イヴ ノ キンディ斯 キンディ斯 說 你要低調起來 誒 他不像你啦 キンディ斯 雅萍 我分眼啊 çev婷 秋平 MC Code SRIN 東東美娟 金 軍 軍勸 妙利 小趙上來了 婿莉也上來了 エミ也上來了 喔 OK 非常的 來 OOP 那 我們就進入今天的這個主題啦 好 那當然啦 我們在講任何一個 開運的方法之前阿 我的一個習慣 我會希望跟大家一些 我們一起來分享就是說 我們都說這個植物啊 它可以開運可以做風水 那為什麼它能夠開運能夠做風水 我們大家先來理解一下這件事情 好吧 那當然喔 我剛剛有講的 植物因為它本身它有生命 有生命 那特別是即將這種含苞待放的花朵 像當然含苞待放 有的時候它沒有辦法形容男人 你說我跟我同學說 李星老師今天含苞待放的看著各位 這就覺得很奇怪 聽起來就很娘 所以含苞待放會形容這個女孩子 或者是說在形容一個花朵 因為花要打開的時候 其實它的生氣是最強的 是最旺盛的 那你笑什麼啦 我不能含苞待放嗎 奇怪我也曾經年輕青春過啊 對不對 那然後呢 再不然就是說 我們那個種子啊 要發芽的時候 它的生氣是最旺的 那我們就可以藉由這個植物的生氣 或者是說呢 我們把植物照顧得很好 哇 那看上去 很綠又很亮 然後這個花開得又很茂盛 花開得很茂盛這件事情 它就足以 光這件事情就足以讓植物能夠拿來做風水喔 那所以啊 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理由 為什麼植物能夠拿來開運 為什麼能夠拿來做風水 因為在某種狀態之下 它是帶有生氣的 而且生氣很旺 那生氣旺的這個 不管是物品也好 植物也好 可以把它放在哪裡 才會囉 風水裡面任何的這個門派 什麼三元派 九公 什麼八宅派 什麼這個紫白九星派之類的 無非都在找什麼 都在找生氣方 那你植物有生氣 你放在生氣方 那那個位置 喔一級棒 超級超級棒 這是第一個 這是用那個植物 利用它的生氣 第二個是利用什麼呢 這個有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說放柴味 它是為了要開運 可是植物它有另外一個 比較現代的功能 或者其實它從以前就具備了 它能夠淨化空氣 我們先不討論說什麼 淨化磁場這件事情 因為淨化磁場其實 它是必須要有特定的植物 它淨化的功能比較強 它才能夠去淨化磁場 好 那麼先講說淨化空氣這件事情 因為植物它會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就是把二氧化碳給吸收 然後吐出氧氣 整個空氣都被淨化了 再加上植物它本身 它就有這個功能 可能它會吸附灰塵 它可能會吸附懸浮粒子 它甚至有一些植物 像是這種胡偉蘭 它能夠吸附什麼 甲醛內 很厲害 甲醛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那個 防止新裝潢 不是會刷油漆嗎 不是那裝潢的那個 臭臭不好的味道嗎 我們在裡面放這個 胡偉蘭 或是放一些特定的植物 放了之後我們人就走 那可能過了一個星期 這植物 它就能夠把屋內 甲醛的這個含量把它給降低 把它給降低 那所以植物 它的這個功能性也非常好 那然後呢 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植物它可以 陶淘我們的性情 你說我們在辦公桌啦 放一些療癒的小盆栽 多肉植物 不要有刺啦 那個不要有刺這件事情 當然有人會說啦 有刺的話 嗯 這樣在人際關心上面 可能會受影響 但 我覺得 我們先不用想得這麼虛無飄渺啦 先不要想得這麼這麼遠 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你在辦公桌上面放一個帶刺的植物 不管你是放胡偉蘭 或者是放仙人掌 萬一你忙一忙 不小心你手去扎到自己 那不是 基本的安全性啊 好不好 好的 那所以 那個好的一個植物啊 或是帶有這種吉祥寓意 看起來很可愛 或者是說 我看了這些植物 我心情很好的 欸 這一種 它會讓我們 影響我們的心理層面的 這個 它也是植物 為什麼可以拿來開運 這個主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嗎 那當然呢 如果我們真的再細 細一步去講 講什麼呢 講擺植物的種類跟數量 那這個會在今天直播的最後 告訴大家 如果我們要選這個 比方說要帶材的植物 我們可以往什麼方向去選 那如果說呢 欸我們這個選 植物的種類選好了 我們要進一步 我們要做得更好 我們要搭配上這個數量 什麼樣的方向 什麼樣的方位 可以放幾盆盆栽 也會在今天的直播 最後跟大家一起來 呃 分享 那所以先幫我把直播分享出去 好的 來 Maria晚上好喔 好 那我們先來 呃 我們也是一樣 因為畢竟我們的風水的很多的 條條荒荒啊 都是從老祖先 都是從以前的一些這個 呃 前輩 這樣子傳承下來的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個時空背景啊 啊也是一樣 又要開始搭理這個理型號 時光 時光機 我們回到一百年前 或者是 你說再久一點好了 兩百年前 好吧 一來回去過去之後呢 哇 以前你就開始發現了 哇 以前的人啊 喔 他們其實 呃 讀書人 以前的讀書人 其實文權造詣還不錯 他們喜歡吟詩作對 啊 然後呢 喜歡這個念詩 啊 這個四書五經 啊就是喜歡寫唐詩啊 什麼什麼詩 反正都很喜歡 動不動就要做個對句啊 押韻啊 喔 之類的 而且以前的人相信什麼 以前的人相信一件事情 叫做心想事成 啊 現在我們講的心想事成 指的是什麼 是一個祝福 啊 祝福你是什麼 事事如意 祝福你呢 心想事成 就是我想到什麼 他就會成功 我想要達成什麼樣的願望 什麼樣的目標 就會成功 這是現代人的一個講法 但是在以前講的心想事成 它一個延伸的一個概念是什麼 比方說我看到這個植物 喔 我想到的是富貴 欸 那我每天看著這盆花 看著這個植物 我就腦袋裡面就 富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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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欸 我的這個人 就投入所在富貴的師資產 以前老祖先相信這件事情喔 那這也是為什麼 在不管在自画裡面 以前的自畫 或者是說以前的盆栽 我們會發現大量的 會被用在成語當中 花開富貴 榮华富貴 松伯長青 百年好合 这一类的四个字的成语 你会发现 怎么有很多的这种植物 它会隐含在里面 所以我们讲到一个重点 所以这个植物 除了它自己本身吉祥的寓意之外 除了它本身好看的外观之外 还有取它的谐音 在以前的老祖先 在以前的人而言的话 这是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以前的人 他喜欢作诗 喜欢使用谐音 用这个谐音去取它这个吉祥的寓意 所以简单一件事情 对于以前的人而言的话 其实他们挑选植物 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 分得这么细 什么爬藤的 什么带刺的 或是什么 一定要什么形状 他们很简单 只要你的外观 能够让我联想到吉祥的寓意 或者是说你的发音 能够跟这种吉祥的词句 能够勾结得上的 恭喜你 你就算是吉祥的植物 你就能够摆在家里面当作是风水开运来用 这个植物我们刚刚一直讲植物 其实在风水开运里面 植物它分两种 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叫做实体 就是真的是树 真的是花 但问题是什么呢 你们不要想看树跟花 在以前啊 这个树还有花 也不是一般人 随随便便就可以种 现代人很幸福 现代人基本上 我觉得99.99999的人 只要在能力范围之内 去花市 买一盆小盆菜 回来放在家里面养 这是OK的 可是你们要知道 在以前啊 百分之八十 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其实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并不好 不见得每一餐都能够吃得饱 你更何况你在家里面养花 你可能连自己 你不要说这个自己的小孩子了 你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好了 你怎么可能在家里面养花 所以呢 在家里面摆一个实体的话 大部分都是大户人家 或者是说家里面经济状况 比较好的人能够做的 那一般老百姓怎么办呢 诶 他们就把这个实体的树 或者实体的花 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字画 那所以就是在植物开运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讨论到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实体的植物 实体的盆栽 实体的花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诶 我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面 啊 我客厅 哇 可能在两三年前 就是有流行过一阵子 这个什么牡丹 花开富贵啊 我去很多同学家里面 就看 诶 这个客厅一进去 就挂了一个 哦 花开富贵的这个牡丹花 然后我很好奇啊 我觉得 哇 这个 这位同学啊 真的是 这文学造诣 真的是 还不错 那然后 家里面竟然会挂牡丹花 等一下第一个植物 就会讲到牡丹花 用牡丹花 又叫做富贵花 那然后 它也象征了什么 象征了这个国运昌盛 家运兴隆 哇 就是夸奖它 就说 哎 你很棒啊 你懂得利用这个富贵花 为家里面的气场来加分 你当初 怎么会想要挂这个花 挂这幅画 我真的很 我真的很诚心的 想要跟他去讨论 你知道吗 我觉得 哇 难得 就是 我觉得很开心 大家可以 把这个牡丹花 在唐宋时期 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的花 把它挂在家里面 这个花是从五则天都知道吧 各位同学 这从五则天之后 这个牡丹花 哎 它就开始成为 中国的算是一个花王 不是台湾洗头发那个花王 就是花中之王 结果我一问 那位同学 他也很直白 就是吃了诚实豆沙包了 我不知道 哎 以前那个老师叫我挂花 我就挂花 他说挂这个花 挂在这个墙壁上 就是说会带来富贵啊 我每天看着他 我看富贵 我怎么看他不像是富贵啊 我觉得他像是 这个剥皮打开来的柚子 你们有看过柚子吗 柚子就文旦啦 中秋节式的柚子 你把柚子这样剥开来 柚子它的那个果肉 它是一粒一粒一粒的 你们仔细去看那个果肉 一粒一粒的像不像牡丹花 准备要打开的那个样子 对 所以 所以我会发现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同学 他们就是在挂花 其实对于话里面 真正他代表的一个寓意 他没有办法去体会出来 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可惜 等一下会跟大家 各位同学一起来聊喔 好啦 好 所以好 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老祖先 喔 那他是因为呢 他可以联想到一些吉祥的寓意 那他可以让这个吉祥的寓意呢 让自己每天看的 脑袋里面一直在想 心里面一直在想 心里面想 每天想 每天看 就会产生一种能量 这个能量 大家都听过三个字 帮我打一下 叫做潜意识 这个潜意识的能量 你说 潜意识 看不到 摸不到 闻不到 也听不到 它会有什么能量 你们不要小看潜意识 潜意识 它不见得是像特异功能这样子 它不见得就是说 比方说 我现在看着我的头发 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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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实一点 不要做梦了 这个潜意识不可能让我的头发这样飞起来 但是它会什么 它会这样子 因为我每天就想着富贵 每天想着富贵 每天想着富贵 那我可能在言行举止上面 或者是我的衣装打扮上面 那我就尽可能的 就慢慢的 不知不觉当中 我就会往富贵这两个字来靠近 我不一定穿很贵的衣服 但是我刚讲的 我显露出来的气质 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会被这个富贵两个字给影响 OK 好 那既然讲到富贵 来来来来来 先跟大家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 以前的这个老祖先 他们如果说要用这个植物也好 用花也好 他们要来开运做风水的话 他们会学哪一些 当我讲完了 啪啪啪啪啪啪 讲了一堆了之后 我相信各位同学对于植物 拿植物来开运 拿植物来做风水 做这件事情 你们就会有更明确 更清晰最重要的会有更客观的一个看法 不要把风水想象的太过于玄学 也不要把植物开运这件事情 会觉得说 我在柴越放一棵金钱树 这个金钱树它就会前生钱 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学是理性的 可是我真的遇到有些同学真的很可爱 他就认为就是说 因为我放金钱树在我的财位上面 为什么要放金钱树 你不放其他的比方说 像是龟背 白水木 或者是放松树 为什么不放这些呢 因为金钱树代表钱 所以财位只能放金钱树 我先说 金钱树放在财位没有问题 这个观念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财位只能放金钱树这件事情 这是完全的错误 好 先不讲这些了 来 第一个 我们来讲传统的习惯上 传统习惯上喜欢用什么 牡丹 我知道大家对牡丹花都不陌生 牡丹花老师我知道 牡丹花是富贵花 所以会常看到我刚刚讲的字化 叫做花开富贵 然后牡丹花又代表是花中之王 我现在讲的是真的事情 好 那为什么牡丹花会叫富贵花 为什么牡丹花是花中之王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花开富贵 好吧 我想象一下 这个牡丹花看起来 哇开起来很雍容华贵 那雍容华贵这四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不知道 反正电视这么讲 我们就这么信了 各位同学你们要知道 当我们没有办法知其人跟知其所以然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我们心里面是没有那种连依 没有那种悸动 悸动知道吗 心悸的悸啊 没有那种悸动 我们当男人跟女人去求婚的时候 为什么会说这个结婚需要冲动 因为呢在那个 呃 你的另外一半跟你说 Would you marry me? 或者是你看到那一个景象 心里面产生那个连依跟悸动 连依跟悸动 连依跟悸动就会产生一个能量 它会有一股冲劲 你就会说 Yes I do 恭喜你 好 那所以也是一样 我们在看 不管看画也好 我们在看盆栽也好 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参透 或者说没有办法去了解说 它所代表的一个吉祥的寓意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感动我们自己心里面 其实它对于你家 或者对于你而言 它就是一本盆栽 它就是普通的牡丹花 OK来 牡丹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牡丹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食物 但为什么它会叫做富贵花 其实牡丹是 它真正盛行的时间是在宋朝 宋朝有一位 哇这个中国第一个女皇帝 叫做武则天 那武则天 哇她其实因为武则天 那个什么 读信佛教嘛 那所以呢 在这个武则天以后 因为武则天她当时就很喜欢 用牡丹花 她很喜欢牡丹花 她开花的样子 因为牡丹花开花的样子 不是说像那个一般的花 什么五片六片八片花瓣 她感觉就像是 她这样子直接这样子打开 这样子 哇 那武则天因为她当时 那个统治这个唐朝的时候 她是把唐朝整个国运给带起来 所以这个花对于她而言 她看到她的开花的样子 就象征着当时的唐朝 所以她会觉得说 哇这个花好 这个花开花的样子 就跟我统治的国家一样 代表着昌盛 代表着繁荣 代表着 就是这个富贵 那当然富贵指着 通常是指着她 她的皇宫里面 虽然说唐朝 大致上来讲 老板系生活的还不错 但是呢 就是说 简单的讲 就是这个牡丹花花开的样子 她就把它比喻说 是她当时 治理国家的一个样子 那除此之外 那我们在唐宋 因为唐诗啊 或者说在宋朝 有非常多的一个诗人 像在宋朝有一位很有名的诗人 大家一定听过 叫做欧阳修 欧阳修他就写了 写了一首诗集啊 就叫做牡丹集 那牡丹里面 当然就是 哇这在赞颂 哇牡丹它象征一个什么 繁荣高贵 这个国运昌荣 母官是多么多么的 这个富贵的一个 一个表率 那所以在宋朝当时的 这个洛阳人 他就把牡丹当做是 天下第一花 哎天下第一花 这就叫做花王了嘛 所以其实这个牡丹 他会叫做花王 他会叫做富贵花 其实从以前 从唐宋时期 他就已经开始流传 流传 流传 流传到现在了 那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 牡丹会说 他除了象征富贵 他除了象征的这个繁荣昌盛 他也象征了这个荣耀 他也算表了一个高雅 那道理是在这边 而且呢 那因为我们线上 有非常多的这个同学 有笃信 是佛教 跟我一样 那 像我常念的这个水灿里面 水灿他就有一 那个什么一段话 叫做花枫 所以其实牡丹花它在刚好我们讲佛教兴盛的一个时期 也是在唐朝的时候 那所以那其实牡丹花不管是在以前的年代 或者在佛教的经典里面 或者说一般生活的老百姓的认知里面 他说很早以前他就是花中之王了 当我们有了这个概念 有了这个认知之后 那我们就开始想了 那为什么牡丹花可以拿来做风水呢 因为以前牡丹花我说了 这是在五则天 五则天他这个生活的起居的空间里面才可能会有的 开玩笑 一般老百姓你跟五则天一样用这个牡丹花 你明天头又不见了 那所以呢 那老百姓既然他平常不能够养牡丹花 那他在画上面画上牡丹花总可以了吧 那所以他在家里面摆着牡丹花的挂画 他就象征了 我的家运要跟唐朝武则天那个时候一样 要繁荣要昌盛 那我在家里面挂着牡丹花就代表了 我家我要跟当时的皇宫里面一样 要高雅要高贵 我家里面挂着牡丹花 我每天看着看着看着 我就想像说我未来的子孙要昌盛 我的这个子孙要满堂 然后呢 我的收入 我家的金银财宝 要跟 不能讲跟皇帝一样多 那至少呢 我象征性的我要能够这样变多嘛 所以每天看着牡丹花想啊想啊想啊 那心里会产生所谓的潜意识 那慢慢慢慢的 就这也算是一种激励的功能啊 所以家里面挂牡丹花 就会象征了这个富贵 道理就在这边 那所以呢 那这样子那花 那所以花它就跟和这个牡丹花 那会跟一些字画会有关系啊 所以我们常常看一些这个画 它没有写没有写成语哦 它这里面就写什么 比方说就极朵牡丹花在那边 它也象征了这个荣华富贵 那会也象征了花开富贵 或者是象征了什么 反正只要跟富贵有关的 放上牡丹花 这样就对了 这是其中一个 好那再来 呃 还有什么呢 OK好 还有再来会常用来开运的 另外一个叫做芙蓉花 其实芙蓉花讲真的 现在我很少看到 但是在以前蛮多的 好那芙蓉花呢 其实它是取什么 取它的谐音 芙蓉就代表了繁荣 代表了荣华 所以刚刚讲的荣华富贵 在字画里面通常都是什么 它会有芙蓉花加上牡丹花 就这两个花 它没有写什么 它不一定会写荣华富贵 这四个字哦 就这两个花结合在一起 那对于以前人而言的话 因为讲真的以前的 以前的读书人 或是这种比较 有在接触文学的人 真的文学造诣 真的是比现代人要好得非常非常多 他们也很会想象 很会连结 所以就把这个芙蓉花 跟牡丹花放在一起 这就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荣华富贵 那然后当然呢 你说比方说 也有一些成语叫做一路荣华 一路荣华 就是说我这一辈子 或者说我家 这一世来世也好 叫做一路荣华 那一路荣华 在字画里面它为什么表示 很有意思哦 它画一支白露丝 一支白露丝 这就叫做一路 然后呢一路 白露丝旁边呢有着芙蓉花 就代表了一路荣华 他以前就是喜欢这样子来举例了 好那再来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有啊 那像 因为以前的人呢 坦白说他们不会 他们在做风水做开运的时候 他们不会这么直接的 像我们现在 哦我要求财 我要求求求什么 我要求这个 家财万贯之类的 不会以前讲真的 不会这么的 现实 以前会求什么 求家里面的人啊 那长者要长寿啊 然后家里面家人要健康啊 啊 子孙呢 要能够多啊 要能够兴旺啊 家孕要兴旺 因为 我常跟大家分享 以前的 以前是务农社会嘛 所以家里面人丁兴旺的话呢 那能劳动力强 自然而然 农作物收成好 那家里面呢 那这个做生意的话 收入就会比较高 所以在以前的老祖先 他比较注重健康 还有长寿 哎 那你就会发现哦 哇 其实很多这种吉祥的花 或者这种盆栽植物 又或者是这个花 或者是水果 其实都有非常多 都跟健康长寿有关 首先第一个我们讲水仙花 现在好像应该还有水仙花啦 但是真的比较少同学 会放水仙花这件事的 那水仙花 为什么它代表健康 为什么它代表长寿呢 其实它就取一个寓意 取什么 取仙 仙就是神仙的仙啦 一般的神仙基本上 它没有所谓的寿命之分 神仙不论寿命的啦 那所以啊 在家里面放水仙花 它也代表另外一个寓意 就是我希望长辈 不是说希望长辈早点做神仙喔 这是希望长辈跟神仙一样长寿 那所以呢 那又会有另外一种组合咯 就会把这个水仙花跟牡丹花放在一起 它们变成一个字化 这个叫做神仙富贵 神仙富贵的一个概念 我刚讲的神仙的定义 就是说要长寿 要健康 没有病痛 而且还要富贵 这是那个水仙花 那另外一个呢 那除了代表长寿的 还有没有 有啊 以水果而言的话像桃子 我们都知道长辈如果过生日的话 要吃什么桃 吃寿桃 那所以是以桃子而言的话 它也代表这个长寿 它也代表这个健康 那为什么重点呢 为什么这个桃子代表长寿 我们都知道啊 孙悟空 孙悟空他去偷什么 他去偷这个盘桃 对不对 他去偷盘桃 所以在以前的西游戏里面 这个桃啊 盘桃啊 它是天上仙女 它是仙果 那仙果的话 那它一定是在神仙的世界里面 所以说话说这个吃了这个盘桃 吃了这个仙果 能够长生不老 所以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桃子 它就代表了长寿的意思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在就会看到一些字画里面 这个画 奇怪的 莫名其妙出现了一棵桃子 或者是说呢 看到有一棵桃树 桃树上面结了什么 结了这个桃 会说奇怪 以前的人就喜欢吃水蜜桃吗 以前没有水蜜桃 这三个字啊 其实它代表的 不是说桃子很好吃 也不是在鼓励大家多吃水果 而是说这个字画 它要表达了一个含义是健康 还有长寿 大家现在这样就了解了喔 好 那除此之外 那有没有其他的植物 也代表健康长寿勒 有啊 像什么啦 松树啦 松树 松树基本上它 它生长的一个环境 是属于比较高海拔的 那气温呢 也是属于比较冷的 那 而且我们很少会看到松树啊 它枯黄 像有很多这种开 那种大叶子的植物 到了秋天 到了冬天 叶子会变红 变黄会掉落 对不对 可是松树它就不会 所以松树呢 它也代表了长青不老 那只要是长青不老 你听到这几个字 这就代表 我希望家里面的长辈 能够健康 能够长寿 那所以在益经里面啊 这个 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试着去做看看 益经里面呢 其中有一卦 有一个益经有六十四卦 益经里面有一卦 叫做地天太 帮我打这三个字 地天 地天太会打吧 地就是地板的地 天就是天上的天 太就是啊 太山的太 地天太 它是六十四卦里面其中一卦 那这个地天太 其实我讲最简单 它代表的寓意就是什么 就是事情开始由坏变好 由一般好变得很好 由很好转变成超级好 也就是说呢 它就是你整个 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 你能够扭转乾坤 为什么扭转乾坤 因为地天太嘛 天就是钱嘛 地就是坤嘛 那这个地天太 那它跟松树有什么关系 这当然有关系啦 以前呢 以前其实我们在 在这个成语里面有句话 叫做这个三阳开太 对不对 三阳开太 就是三阳开太 这个开太的太 它指的就是所谓地天太的这个含义 所以你就会看到了 会有一种字化 有一种字化 它里面显现的是什么 它有一个太阳 天空有太阳 那很正常啊 太阳的下面呢 有一棵松树 松树旁边有三只羊 其实这个字化 当初很多人看了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里面的含义 只要说有三只羊 然后有松树 这个可能就代表就是说 可能代表这个长者要富贵 那然后呢 那可能这三只羊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吧这个三阳开太好了 之类的就硬把它这样凑起来 其实它真正代表的是一个地天太 也代表三阳开太 也代表三阳开太 天指的是什么呢 天指的就是太阳 太阳就是在天上嘛 而且太阳它代表日嘛 日也代表这个前卦嘛 那然后呢松呢 松呢 因为树它一定是生长在哪里 树它一定是 它根一直抓在地上的 所以松树代表的是地 也代表的是昆卦 那旁边呢 旁边这个有三只羊 我们要想呢 有天跟有地 那我地、天、太 我要怎么样让地还有天 跟太连结在一起呢 就要去想象 成语里面有什么成语有太 就是三阳开太 所以一个太阳一个松树 旁边跟着三只羊 这一幅画 它不仅代表了三阳开太 它也隐藏了 易经的地、天、太的能量在里面 这个方式 其实 这幅画我曾经有看过两遍 但是真正会用这种方法的朋友 真的是不多 但我觉得这种方式 各位同学 不妨可以尝试看看 如果说你们有认识 认识会写字画的 或者是说认识这种 这种山水画画的还不错的 你可以请你的朋友 不妨好好地帮你画一下 但是要画最好是认真画 因为画得栩栩如生一点 我曾经看过 曾经遇过一位同学很可爱 怎么可爱 他的那三只羊 他请他的小朋友帮他画 那小朋友就是整天看喜羊羊美羊羊 他画的那个羊 跟我们一般中国传统的羊 不太一样 那我们常在讲 你要用字画来开运的话 你最好用那个神运画出来 帝天太他是那个一金六十四卦里面 很好的一个卦像 你不要把它画得太过于 好像这个很Q版很可爱这样子 那他的这个异象就扭曲掉了 好吗 好的 好那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植物 分享这个水果 那其实很多同学就很熟了 叫做莲花 其实啊 莲花在以前啊 中国人喔 莲花跟荷花 严格讲起来它是一样的东西 是一样的东西 至少在以前老祖先的认知上面 他们是一样的 好 那为什么莲花或者是荷花 它能够拿来开运做风水呢 很多人都会跟我一起分享 诶老师那莲花象征着它可以进化 它可以进化磁场 它可以进化气场 OK 这个我不反对 但是我问大家为什么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诶 老师 我知道 因为有一句话 叫做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诶 然后所以呢 因为它生长 莲花生长在很脏的这个环境 所以它有这个能力 它能够把很脏的环境去把它给进化 进化完了之后 它还能够开花开得这么漂亮 所以莲花它有进化的功能 各位同学 我觉得这就是 我必须说就是我们现代人 跟以前古人 他们的文学造语的一个差别 其实啊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这句话它绝对不是去形容莲花 它能够进化空间的磁场 它是形容一个人 他的情操高峰亮节 出淤泥而不染 我在一个很混沌的环境里面 但是我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 是这样子的 诶对啊 那这样子莲花为什么能够进化呢 其实如果说真的要去考究啊 你说这个在佛教 佛教说什么西天 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净土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那在净土里面它会有莲花 会有莲花 那在这个净土里面 其实就会 怎么样 就是不会有不好的气场 然后里面的环境 里面的天人 那其实都非常非常干干净净 然后呢 不会有像我们这种凡间啊 贪嗔痴啊 或者是那个三恶道的东西 三恶道的众生 不会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里面之类的 所以莲花 它就把它拿来比喻说 它有净化磁场的一个功能 但是这毕竟它是比较象征性的啦 它是比较象征性的 好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荷花 莲花 莲花就是荷花 那荷花还有什么象征 荷花它象征的和谐啦 它象征的和和啦 所以就会说 如果我在家里面放这个荷花 放荷花的话 代表我家里面的这个能够和和气气 那我家里面呢 能够这个亲子关系 家庭关系能够很好 所以呢 那曾经呢 有一幅画 有一幅字画 它表现的意义啊 意涵呢 很有意思喔 它上面就是有荷叶 荷叶 荷叶就是莲花叶啦 我们不要在这个 在在这个 争执说莲花跟荷花不一样 什么莲叶跟 莲花叶跟荷花叶不一样 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啦 就是有一群青蛙 一群青蛙它停在这个荷叶上面 然后呢 感觉就嘴巴张开的这样子叫 那为什么这 类似这样子的寓意可以放在家里面呢 因为它 因为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喔 青蛙它有一个特质 其实我看到 池叶里面有很多青蛙 但一开始它们不是叫的 如果说有 曾经有去抓过青蛙的 你们就会知道 你们在观察青蛙的时候 青蛙一开始都很安静 都不讲话 只有 会有一个带头的青蛙 开始叫了第一声之后 其他就开始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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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所以在荷叶上面有很多只青蛙 一起这样异口同声的叫 这也代表呢 我在家里面呢 大家 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方向 我们对于家庭的一个中心思想 我们异口同声 我们有同样的一个想法 那荷叶就代表是家庭和和嘛 代表家庭和乐嘛 那所以呢 以后呢各位同学 你看到如果说有人家里面 有一幅字画 它有荷叶上面几只青蛙 或者是呢 有一些装置艺术 有很多铜雕 铜雕或者是木雕 你看它是一个 有一个荷花荷叶的样子 上面有一只青蛙 那其实那就代表的是什么 其实是异口同声 希望家庭和乐的寓意哦 OK 好的 当然莲花 那再讲到莲花 莲花还代表什么 像我们在很多这个古宅 古宅的屋檐上面 都会有那莲花的造型 很多 基本上90%的古宅上面 这个屋檐上 都会有莲花的造型 那莲花它是取它的谐音 莲花叫做莲发 那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两朵莲花 叫做莲莲发 就是希望家里面 每年啊 莲莲发 它是取这个含义 取这个谐音 那除此之外呢 莲花还能做什么 莲花的话呢 就是因为莲花有莲藕嘛 莲藕有很多籽嘛 所以在这种新婚的夫妻 我们也可以送这种莲花 这种吉祥的 这种寓意啊 祝福他早生贵子 好啦 光是这个以前人习惯 就花了很多时间 跟各位同学分享 那本来还有准备其他的 那我就先在这边暂停一下 未来有时间再跟大家多分享 好 那刚刚讲的都是以前的老祖先 因为以前老祖先坦白说时间比较多 那再来呢也比较会想像 然后呢也比较浪漫 真的以前人比较浪漫 因为以前人会写诗啊 写诗就要去想像 可是现代人 你说 你不要说你们大家人 你要我写诗 我都觉得很困难 是不是 那所以那我们回归到现代 那我们现代人应该怎么做 你知道吗 现代人生活习惯 真的跟以前有一个 你不要说180度 180度再加360度 就是有了540度的这个完全的不同 反正就是翻了一翻 再翻一翻啊 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个我刚讲的 现代人比较没有耐心 没有耐心去想 没有耐心去这个 照顾植物 照顾盆栽 第二个现代人太忙了 对不对 你会发现呢 请先生去教花 哎呀不要我很忙啊 请小孩去教花 妈我很忙啊 我要写作业啦 之类的 现在我很忙 但真忙假忙不知道 反正呢我很忙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哦 现代人很喜欢挂在嘴边 你不管是说 当做是一个理由借口也好 或者说当做是一个拒绝的 这个方式也好 反正就是没时间啊 那第三个 这也是一般人通病 应该是说是现代人的通病 怕麻烦 哎呀老师 你来说种种什么盆栽 盆栽还要照顾 还要浇花 然后你交代我家里面种盆栽的话 如果树叶有变黄变枯 马上要减掉 或者马上换新的 好麻烦哦 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类似像这样子 有三个怕 也就是没耐心 没时间 怕麻烦 那这样怎么办 而且重点是什么 我刚一再的讲 现代人的文学造诣 现代人这种浪漫的这种情 我不能说没有 但真的 这种比例跟以前古代人 比起来真的是差太多了 没有浪漫的文学造诣 会造成一个状况 我们没有办法去联想 没有办法把我刚刚讲的这些 不管是牡丹花啦 莲花啦 荷花啦 芙蓉花啦 或是任何的一种 能够开运能够联想 能够产生潜意识的 花植物物体 没有办法去联想 那没有办法联想的话 其实你要我们去产生出那种 盆栽 至少在以前 我们老祖先使用盆栽 来开运的这种能量 真的是有困难 真的是有困难 好吧 那既然这样子 那能够怎么办呢 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只好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了 那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的 我们就只好去利用盆栽 它的或是植物 它的生气 还有它要放在哪里 我们只能抓这两点来运用 好 那讲到这个 我们要运用这两点的话 那首先呢 我们这个 我们选盆栽就很重要咯 我先不讲盆栽的种类 但是有几点 我觉得大家要多多去留意的 第一个盆栽 因为我刚讲的 现代人没有耐心 没有时间 而且怕麻烦 所以如果说家里面 你要放盆栽的话 我先说 我们 我知道我们线上有些同学 自己本身 很喜欢养盆栽 而且愿意花时间去照顾盆栽 这个没有问题 你本身 有这个喜好 你也有这个精力 有这个时间的 你继续坚持 因为这个习惯非常好 我给你一百个赞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 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没有时间的话 那你要放盆栽 第一个 一定要选简单好照顾的 绝对不要好高物源 绝对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 你去买那种 你必须要什么施肥 还要控制温度 控制湿度 还要控制日照时间 然后我曾经 那个什么 在花室里面看过 有种盆栽 它浇水不能够碰到叶子 很奇怪 那个叶子一碰到水 它就变黄 你要浇水 你要避开叶子 你往根部这样子这里浇 这种植物 你们就不要尽量避免 因为真的 很容易就养死掉了 那我再次强调 我们现代人养盆栽 最重要是借用它的生气 所以呢 只要植物它开始变黄变枯 它就正式从生气 迈入衰气 还有死气 只要盆栽 或者家里面有生气 有这个衰气跟死气 马上换掉 好吗 第一个好照顾 好照顾的一个定义 耐晒 耐汗 耐汗就耐干了 就是我不用每天都浇水 好还有再来呢 就是 不会开大的花 为什么我讲不会开大的花 因为这个 今天一开始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花刚开的时候 它的生气是最强的 可是如果说你花开得太大 它一下马上就这样子枯掉了 那你就要随时去更换 那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时间 或者你自己本身对于照顾盆栽 就没什么耐心的 你就避免洋这种会开大花的植物 再第二个 我们既然要选择这个植物 它是要有能够帮助我们开运做风水的 所以它可能从它的形状 从它的外观 最好我们能够联想到一些吉祥的寓意 比方说它的叶子可能是圆的 或者是说它的叶子长得很像以前的古铜壁 但这也是需要去想像的 还有呢 再来就是说它是有一种盛开 就是有一种开花的那种感觉 像你们知道石莲花吗 石莲花它可以吃的 石莲花它是一种多肉植物 但是它开花的这个样子 它就是它不是开花 它这样子最后生长的样子 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漂亮 可是它不会枯掉 因为它是多肉植物 石莲花也不错 那或者说吉祥寓意的话 像是文昌竹 它代表了节节高深 代表了步步高深 类似这一种 那我们就可以往这种方向去选 那有几个尽量避免的 避免什么呢 尽量避免就是它有带很多很多的刺 我们先姑且不论 说什么这个人际关系会受影响 但至少我们在家里面的这个爱 安全如果家里面有宝宝的话 他可能不自觉自己会手会去碰 怕会去有这个安全的疑虑 然后再第二个避免的是什么呢 避免是爬疼的 你说爬疼的呢 如果说我们能够控制它的长度 不要太长 不要让它无止境的往外延伸 像很多的同学会在厕所里面放黄金格 OK 这没有问题 但黄金格 哎 请控制一下它的长度 我看过几位同学家里面厕所挂的黄金格 放得很有创意 这个黄金格它把它吊得悬空的 就是一个钩子 然后这个黄金格的花盆就这样挂在这边 黄金格就直接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长下来 长到地上 尽量避免尽量避免 就让它短短的就可以了 尽量避免爬藤植物 那再来就是说第三个避免是什么 如果你们是在窗户旁边摆这个盆栽 不管你是放在室内或者放在室外的阳台 它不要影响你室内的采光哦 室内采光绝对不能够被影响哦 那再来第五个避免是什么呢 如果说真的有养这种开花植物的话 你放在屋外没有关系 但是放在屋内的开花植物 它花不要开太大 还有再来就是说它的香味不要太重 不要太重 因为屋子里面虽然我们希望是香香的 但是如果说香味太重 其实给人会一种比较烦躁 反而会有一种烦躁的感觉 家里面人的情绪比较没有办法稳定下来 那如果说呢你又把这个香味很重的盆栽 放在你的睡房里面 那你的睡眠就会因为这样子受影响 好不好这尽量避免 然后还有再来呢就是说 避免室内摆太多的盆栽 太多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它的一个概念就有点像 我一个主要的空间我尽可能 我摆一最多到两盆 两盆盆栽就够了 因为呢我们还是要符合一个比例原则啦 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太多的这个盆栽 把我们整个洞线 或者把室内的一个气场 全部给占据了 这样子反而对于我们居住在家里面呢 在空气的品质或者在气场上面 会因此而受影响 那除非你摆的盆栽是很小盆的 那台湾的虾皮喔 虾皮就会现在就开始在卖很多这种疗愈的小盆栽 除非你是放那种很小盆 每一盆都跟拳头差不多大 那或许你可以放的稍微多一点 可是如果说你是放一般的那种 像我头这么大的那种盆栽的话 那基本上你放一到两盆就够了 不要放太多 而且呢要提醒喔就是 植物毕竟在晚上就是没有阳光 没有彩光的时候 它是行呼吸作用的 呼吸作用就是植物它会涂出二氧化碳 那如果我一个空间里面太多满满的盆栽 你把家里的客厅弄得跟温室一样 那个就不适合了 那就到晚上齁 那整个客厅都是充满了二氧化碳 对于人的这个健康都会受影响 然后还有呢 记得就是记得不要养那种有毒的盆栽喔 有些盆栽它的分泌的液体啊 它是有带毒的 这个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养 你不要养那种会坐牢的盆栽 你不要养那个五片叶子 五片叶子可以当烟抽的那种 那个拜托不要养喔 好不好 不要想说 李星老师你说养植物可以开运耶 齁 我就种那个植物 齁齁齁齁齁齁 我种了一整排 真的耶 它能够帮我带来财运耶 它可以卖好多钱耶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循规蹈矩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好吗 那然后 好就这样子了 我们就几个避免了 好那除此之外 那我们选好了盆栽之后呢 那我们要放在哪边呢 那当然啦 我们是要借用盆栽的生气 所以最好就是摆在对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就要想呢 盆栽它本身五行就属木 所以我就会希望 我能够放在属木的位置 属木的方位 比方说像文昌位 那就很适合放这种木形的一个盆栽 好那又或者就是说 我们就是很简单 我知道我家的财位在哪里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开运富满生气的盆栽 我放在财位上面 但是我再次提醒喔 我们放在好的位置的物品 它物品都要干净整洁明亮 而且如果我们是放的是有生命的 虽然说盆栽它是一个无情的生命 但毕竟它是有怎么讲 它也是有生命的啦 那所以呢当这个生命它进入尾声了 尾声的一个定义就是 当树开始枯了开始黄了 你要嘛就要赶紧修剪 要嘛就要赶紧换掉 要不然它反而会倒过来喔 它会去拖累你的文昌位 然后去拖累你的财位 这个是要提醒各位同学的 好不好 好那再来呢 那如果说有些同学就是真的 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我家文昌位在哪里啊 那我也不知道我家的财位在哪里啊 那该怎么办 两种方法 第一个你不知道你本宅的位置的话 你就抓流年的 流年最好抓 因为你只要把手机的直北生APP打开来 你站在相对家里面的真东西的位置 你就可以知道2023年 2023年的文昌位在哪里 2023年的财位在哪里 这在11月底的这个讲座会跟大家来分享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可以把这个盆栽喔 好看 充满吉祥寓意 充满生气的盆栽 放在我进门就看得到的地方 因为以前的老祖先就这样放的啊 我一进门 人家都喜欢开门见吉 开门见福 开门见财 喜欢开门见财 喜欢开门见到好的事物 所以我就把这个 带有吉祥寓意的盆栽 我可以放在什么呢 比方说放在玄关 或者放在我一进门就能够看得到的地方 那又或者是说呢 我可以放在家里面的角落 或者放在我认为重要的位置 那每个人对于重要位置的定义不一样喔 有些人会觉得说 女主人会觉得啊 我梳妆台 我觉得我梳妆台很重要 我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在梳妆台 那OK 那你就可以再选一个小粉栽 放在你的梳妆台上面 至少你在化妆 你在保养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小粉栽 就觉得哇 好有生气喔 我觉得我荣光焕发 只要你有这个想法 每天想你怎么化妆 你哪怕是不化妆 你的脸 你整个人都是荣光焕发的 同样一个道理 我觉得我的这个书房办公桌 对我而言也很重要 我每天会花很多时间 在这里处理我的工作 OK啊 那你就在你常待的办公桌 或者书房里面 你放一盆 就是你觉得你喜欢的 这种开运 代表有吉祥寓意的盆栽 至少我在这里待的时间长 我看到它了之后呢 我就会有一些吉祥的一个想法 心里面想了之后呢 它就会带动什么 带动我工作的效率 我会觉得 我想说 我要步步高升 我要升官 我希望我的收入 能够往上提升 那然后呢 当我觉得心情很烦的时候 我抬头看到这个 我选的这个吉祥寓意的盆栽 我觉得很疗愈 心情很好 那这样子 它就有改变你的心情的功能 心情改变的 其实很多时候 你整个人 包括你整个房子 你整个空间的气场 它会因为你而有所转变哦 好的 好 那这个是盆栽要放什么位置 那在接下来 就要跟各位同学来分享 哎呀 老师 你讲的我都做到了 那什么 我可以找的盆栽 我也找好了 要放哪里 我也想好了 那 我能不能够再积极一点 你可以 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要放几盆 我要放几盆 有些同学会追求这个数量 不管是盆栽的数量 不管是灯的数量 或者不管是什么 杯子碗盘的数量 有些同学真的是很讲究哦 讲究不是件坏事 那我们就来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 首先呢 当然如果说你知道 你自己的文昌尾 那我们就不用讲了 只要是四的倍数 你都适合放 比方说我可以在文昌尾 我放四盆 我可以放八盆 我可以放十二盆 十六盆 或者是说我放四支 八支 十二支 十六支 简单的说 只要在数量 的这个选择上面 你只要符合四的倍数 就OK啦 好的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有 我会分成四组 不对 简单说会分成五组 那这五组呢 各位同学 你们就很平心静气的 很客观的去看 有条件放 你在放 没有条件放 你不要硬放 这个条件 不是指各位同学的经济能力 而是指你们的空间 我再次强调 我们在做洋宅风水布局 我们一定要回归我们生活的基本面 我们要回归我们生活的习惯 不要为了说 哇 李欣老师说 哇这个方位适合放四盆 我就放了四大盆白水木 咚咚咚咚咚 结果呢 白水木一放下去 你发现 哇我没有工作的地方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好吗 回归生活的一个基本面 如果空间不大 那很简单 你要放对的数量 那你就放小盆一点嘛 不要这么贪心嘛 那当然同样的 如果说你的空间很大 那你能够放大一点点的 那你就 你就放大一点咯 好不好 好所以呢 现在开始帮我做笔记 会有五个 五个地方 首先 如果呢 你要放盆栽的位置 是在西北方跟北方的话 你可以放几盆呢 你可以放一盆 可以放一盆 那如果说呢 你要放的位置 是在这个 东北方跟东方的话 你可以放三盆 如果说你要放盆栽的位置呢 是在东南方跟南方的话 你可以放两盆 如果你要放的位置 是在西南方跟西方的话 你可以放四盆 如果你要放的位置 是在相对家里的中心的地方的话 你可以放五盆 好 就这些数字 供各位同学来参考 我再次强调 有能力 有能力不是说你的经济状况 而是说家里面实际的空间 真的能够允许我们这样子来放 OK 你再放 好吧 有做笔记人吗 好 来 那所以这个数量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数量分享完了之后呢 那再就会 还是会有同学问 老师那你能不能讲的明白一点 明白什么勒 就是说 关于职务的话 我到底要怎么选 这现代而言 首先第一个 如果说像 我觉得台湾问题不大啦 至少 因为台湾我比较了解啦 台湾有花式 那现在在花式 特别又过年又到了 年底了 那其实很多的卖花的老板 都会有哇 超级多这种吉祥的花卉 你们就问老板就OK啦 你就选自己喜欢的 自己喜欢的 然后那个吉祥的寓意 老板告诉你之后 你能够联想的 你跟我 重点喔 你自己要认可喔 不要只听老板讲 喔喔喔花该富贵 厚厚厚厚 我怎么看都觉得像柚子 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不要刻意去强迫自己买回家 你要把它带回家 这也叫做结缘啦 你跟老板结缘的话 你也要认可他 你真的喜欢他 你认可他所代表的这个含义 你把它带回家 那现阶段 大家很多人会选的是什么 这只是一个参考 不一定要大家非得要 摆这些植物喔 比方说像金钱荣 金钱荣是所谓的金钱树啦 或者是说呢 像龟贝 或者是说像白水木 还有银克松 税莲 文昌族 富贵族 他这一些 都是我们在现代的这个 家里面 或者是说在阳台啦 花园里面啊 常常会看到的 那你们可以依照这个方向 你们可以去去挑去选 那我还是会建议 你们可以自己啊 不妨到花室里面去逛一逛 那这样子就会更清楚啦 好吧 OK 好了 那今天呢 跟那个大家 因为我今天分享内容比较多 本来准备很多东西 但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有部分的内容喔 我稍微把它给省略掉 省略掉 来那现在开始开放各位同学问问题 针对今天讲的内容 针对今天讲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问题 开始提问 喝口水 哇哦 来我看一下喔 我开始往前滑 我看看有没有同学有什么问题 啊 OK 好 我的小帮手 在提醒 哈哈哈哈 时间 差不多了 哈哈 因为啦 因为明天喔 因为我这边有负责一个LINE 就是台湾 台湾有一种通信软体叫LINE LINE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明天会去录影 录影预计会录一整天 所以需要保持一个 通脑清晰的一个状态 好 那所以小帮手在提醒我说 诶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要多多注意一下 小帮手也是好意啦 好 来那我就抓重点来回答 来佑华 佑华问说 老师房间放胡伟兰可以吗 尽量避免啦 因为胡伟兰我刚说了 因为他有这个尖形 他有这种尖尖的一个形状 我们先不要把什么尖形 什么火 就代表火啦 跟它连结在一起 不要搞得太复杂 房间里面我们都会希望 能够尽量是圆润的 尽量是圆润的 除了就是说它像 象征的就是说我的情绪 要能够比较缓和之外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的 习惯上 动线上尽量不要有可能会有碰到刺到 或者是过度紧张的这个疑虑 好不好 我会建议咯 我会建议就是我们把 这个胡伟兰我可以放在阳台 或者是放在厕所 好吧 来 好语人问说老师这个放兰花可以吗 其实放兰花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在奇门遁甲的布局里面 我们曾经用兰花去化解这个夫妻之间 吵架的状况 而且兰花 我们在中国的吉祥植物里面有四君子 梅兰竹菊 那这个四君子 你光听他的名字就代表就是说 他代表一个人在情操上面高风亮节 而且呢就是恪守自己的本分还有原则 而且这个兰花它也是代表一种坚忍的象征 坚忍的象征 那我觉得家里面放兰花没有问题呀 我们只要适当适量 你不要放太多 不要像你这个开店 大家来跟你恭贺送你一整排兰花 你把它全部搬到家里面 那个就不适合了 适当适量 在家里面放兰花是OK的喔 是没有问题的喔 OK 好 我们来看看 答案男问说 老师我家坐西北朝东南 植物放什么方位最好 我建议你可以放在 你可以放 你可以放在正南方 好 放在正南方 邱平问说 老师我玄关有放万年青可以吗 放万年青可以呀 当然可以呀 这是没有问题的 放万年青没有问题非常好 君会吗还是君叔说 为何家外面养芙蓉都养不起来 都养不容的 我觉得喔 这个真的是很难讲耶 这个可能你需要去问一下 专门卖植物的厂家 像我有一段时间我养那个睡莲 我们看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个 餐厅喔 他门口他就放一个水缸 然后睡莲啊 或者莲花 直接丢进去 直接放羊耶 放牛吃草耶 哇结果那个莲花长得 Burr棒 长得超级好看的 好漂亮好漂亮 可是很奇怪 我也是一样 有一段时间我怎么种 我还担心他 因为今年夏天超级热 奇怪了 这怎么都养不活 是不是我放在阳台上 他太热了被晒干了 我还帮他撑伞耶 撑伞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我在水缸上面 我用一个雨伞 帮他去遮这个太阳 因为试过太多方法了 我知道啊 我知道很多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讲啊 说这个 老师拜托莲花 莲花本来就要照太阳啊 对我也知道啊 那可是就是养不活很奇怪啊 所以我试了各种方法 到最后我放弃了 放弃了 我不养莲花了 诶奇怪 我不养莲花 我养其他盆栽养的就很好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可以去问问 问问卖花的老板 为什么芙蓉都养不起来 的确啊 芙蓉应该是很好种才对啊 对不对 来 我们来看看 还有没有 好语人说 老师牡丹花 放久了 有没班 需要丢掉换新了吗 诶好语人 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啊 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一些画画 除非喔 除非这些画 它是有意义的 意义的一个概念 可能是 你的爸爸 爷爷 或者是你家祖传的这个字画 他可能是有盖什么章 是重要的人画的 他有盖章的签名的 那这个另当别论 可如果说我们只是一般在网路上买的 或者说我可能一般市场买的 那就是 只是单纯就挂在上面 那只要有褪色了 那只要呢 就是有 特别是有发霉了 或者那个相框 他已经开始 老旧剥落了 就直接换掉 我建议就直接换掉了 好 来 然后 郭小沛说 前面车库龙边可以放兰花吗 可以啊 当然没有问题 放兰花没有问题的 好吗 好 然后 我们看看 我再往前滑 我再往前滑 好 目前 我能够滑到前面的 已经没有问题 我看后面 后面 有没有 同学有问题 已经死三盆了 我们的Akinto Hong有问说 除了文昌位 其他位置放文昌族 有限制支数吗 OK Akinto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各位同学 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念 刚刚孙人讲说 有几个方位 它可以适合放几支 它的一个逻辑是这样子 我放对数量 它可以在数量的这个 选项上面 打一个加分的分数 可是如果说我没有放对数量 比方说 那我在正北方 我放两支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只是这个树木 它没有针对 那个正北方 这个方位来加分 但它有没有扣分 它没有扣分 因为你放的 它本来就是一样很好的东西 你放了一个 带有这个吉祥寓意的 很开的 养的很好的这个盆栽 你放在那边有扣分吗 没扣分吗 它只是代表了什么 只是代表你这个数量 对真的正北方 没有加分而已 你只是少了一个加分的选项 但你不会因为这样子 你整个正北方就毁了嘛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不用过度解读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常听到一个叫做什么 就是命挂跟这个宅相合不合 因为很多同学会过度解读 老师我的命挂跟我的这个房子 坐相不合 那我这个房子要卖掉耶 不是这样子解释的 而是因为我们在判断一个房子 适不适合你 有很多选项 要去看 要综合考量 只是在命挂和你选的房子 坐相这一块 因为你们不合嘛 所以它只是没有加分 你当然所谓的这个命挂跟宅相合 那很好啊 那恭喜你多了一个加分的这个选项喔 那你没有就没有嘛 你房子还有其他很多地方要考量的 对不对 好的 来佩亚说 阳台莲花半日照不适合的 好佩亚 我先让我要好好的去翻行一下 我要好好的检讨一下 到底为什么我种莲花没有办法种好 我不信 在哪里跌倒 我就要在哪里这个爬起来 如果这个莲花再养不好 佩亚我就跟你好好地请教一下 好的 来我们来看看 一燕说 以前也是养不活 我把芙蓉移出去晒太阳 然后一天浇三次水 早中晚便茂盛了 可以试试看 欸我觉得这个不错耶 不错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 各位同学 我们就 就是很开放的一种心态 好比说 我怎么养莲花都养不起来 可是佩亚 也许有很成功的经验 我们就互相沟通分享一下 那像之前 像刚刚有同学分享说 这个芙蓉怎么种都种不起来 但一燕就很好啊 他就把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经验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OK好 然后呢 未来就看到 哇我们这一班 大家通通都在干嘛 都在花市里面卖花 呵呵呵 呃 来我们来看 佳萱问说 老师植物放在红鸾星的西南位置 可以吗 木刻土 我觉得佳萱应该是这样子 齁 因为每一个方法 有每一个方法的一个逻辑跟系统 我们不太能够就是说 把不同系统的把它放在一起来讨论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 你会发现没有东西可以做了 那其实我们在放盆栽的时候 我再次强调 我们在放盆栽 其实我们要御用的就是盆栽它本身的一个生气 因为盆栽植物它会长 它会开花 它会有这个生气 它会做气体的交换 它能够带动我某个方位的一个气场 它能够把我某个方位的这个气场它变成一个相对比较正向的 变成比较好的 那你说我把盆栽放在这个红卵位 那如果这个红卵位对你而言很重要的话 我当然会希望这个 这个红卵位的这个气场它是好的 它是正向的 那你就放心 你就把盆栽放在这个红卵位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那当然喔 如果说你还想要更 更讲究一点的话 因为红卵位就是求桃花的嘛 那你就是最好你这个盆栽 如果说不管是盆栽也好 植物也好 花也好 它能够跟这个桃花能够连结在一起的话 你放对的一个寓意放在红卵位 那就更棒了 好的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什么木刻图的这个问题了 好来 辛迪问说 老师请问牡丹话适合放在哪个空间 几朵为夷 好 我觉得牡丹话 牡丹话它毕竟 它是一个吉祥的一个寓意 跟吉祥的一个象征 然后 我会建议 我们可以放在比方说 我们的书房 或者是我们的客厅 或者是相对这个空间 比较宽敞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符合 它这个花所代表的寒意 跟地位 还有气场 因为你牡丹话 它是牡丹花 在以前的定义 它是花中之王 它也是一个富贵花 所以当然 最好就是放在客厅 或者放在书房里面 那比较不适合放 坦白讲 我还真不建议放在 这个男女主人的主卧房里面 因为主卧房里面 我觉得是要放一些跟夫妻感情 比较有关的这个物件 或者是挂画 这样子会比较好 那至于你说要吉朵的话 在我个人看起来 我不会太介意放几朵 除非说 你有透过去测量一个方位 测量这个坐项 我知道 我要放的这个位置 它方位的属性是什么 那我们再去深入讲几朵 我觉得这个 它的意义才会比较大 好吗 OK 心里也在回答你的问题 美丽说 老师请问文昌如果在厨房 可以放几个盆栽呢 我觉得 如果说文昌在厨房 几个大原则 第一个厨房一定要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第二个呢 厨房我会建议 如果说你有使用完了之后 这个油烟尽可能去排掉 这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那如果说这些你都做到了 可以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油烟不残留 那在接下来你要放文昌主的话 你放四支 一盆四支 这样就够了 一盆四支 知道了吗 听到关键字了吗 一配四 一盆四支 这样对于文昌维 他就会加分咯 好的 来 风水化要指定用手画 或者电脑复印也可以 其实现在用手画的这个 真的是不多了 真的是不多了 那所以 其实 我也必须说啦 现在你们市面上看到很多的这个风水画 大部分都是现代科技做出来的 比较少 真的是用一个画家这样子 手把手的直接 真的从头到尾这样画 除非你认识 除非你认识这个作家 或者是说他是很有公信力的 那你可以相信 要不然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这个科技 或者机器画出来的 好 那我也强调了 那其实我们讲风水画而言的话 我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我们认可 这幅画里面 它所代表的含义 我每天看 我都能够连结 它的一个想要表达的一个含义 每天去想 每天看 每天想 重点要自己认可 不要被灌输 因为被灌输 你怎么看怎么不像 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纸挂在那边 那当然 如果说你看了 觉得心情很好 那也OK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体会这幅画 它所要代表的吉祥的含义 但是 我觉得我每天看到它 我心情都很好 看着这个大海 看着水 朝我这样流过来 我不认为它叫柴水 但是我看着水朝我流过来 我心情就很好 我觉得心情就很畅快 OK 这个画它有没有风水的功能 有 只要能够让我们心情好 有这种很开朗的这种感觉 你想都不用想 你也不用把这个画想到太复杂 这幅画对你家的风水就是有帮助 好吗 房子是给人住的 不是拿来做风水的 所以我们家里面放的任何的东西 任何的摆设 任何的装潢 乃至是风水布局 我们都要回归生活的一个基本面 它不会造成我生活的困扰 然后呢 做了这件事情 我每天早上起床看到 感受到 我就觉得很开心 就觉得活力满满 OK好 这样子就是对的了 就不用太过于纠结一些 是不是会怎么样啊 可能会怎么样啊 听说怎么样啊 那我朋友跟我说怎么样啊 想那么多 不用 好不好 好不好回归自己生活的基本面 这是你的家 这个是你在住 你待在这里的时间 远远大过于你的亲朋好友 关键是你自己认为怎么样 你喜不喜欢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好 OK啦 那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那所以也希望今天晚上直播呢 各位同学对于家里面 为什么以前的老祖先他喜欢摆盆栽 为什么盆栽 为什么植物他能够开运 为什么这么多的开运的画作里面 会有一些 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植物啦 水果啦 或者是这种花卉啦 在里面 那如果说我们现代人真的没有办法 像以前的这个读书人 这么有文学造诣或者说这么有想象力 或者是这么这么的浪漫 可以把一些画的含义啊 那连结在自己的这个脑里 脑袋里面跟心里面的话 那我们就用现代人的一个开运的方法 我找到对的盆栽 找到对的方位 那如果再进一步能够配合到 对的这个数量的话 其实这种简简单单 我们也能够利用植物利用盆栽 来帮自己居家风水来获得提升 好 那所以咯 如果说今天直播的内容 各位同学你们觉得 哦 对自己有帮助 更清晰 更了解 更客观 知道在家里面如何运用植物的话 帮我把直播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啦 大家晚安 拜拜